综艺大哥徐乃琳出道38年 历经电视节目的改革转变 主持魅力和功力依旧受到众人的肯定 而她身体里住着一位大男孩 双朗个性幽默特质 让她在演艺圈内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广街善缘的徐乃琳 照顾目前与幕后的工作者并不是新闻 是演艺圈这个大家庭众人眼中的好朋友 转眼间她主持将迈向第27个年头 今天让我们带你碎念 徐乃琳的经典代表作 记得看到最后 我们为您准备相当经典的彩蛋哦 演艺圈内有种默契叫做徐乃琳与曾国成 今年14岁的节目天才重重重 两人犹如唱双簧般的默契 既活泼又逗趣 优质的内容让天才重重重 获得电视金钟奖 好内容有好搭档的碰撞之下 才能将综艺节目的效果 展现得淋漓尽致 节目小区大财神 同样是两人搭档主持的经典节目之一 更是两位首次同时镀金的代表作品 喜爱综艺节目的朋友 对台湾节目的发展时想必不陌生 将经典综艺节目逐一挑列出来 台湾红不浪肯定在榜上 节目中和来宾的互动 让收视率屡破心高 节目制造出了的话题一波接一波 是歌手们宣传时期的最佳平台 曾造访节目的来宾们 如今也成为神亮的明星 徐乃琳访问过许多知名的歌手 而她的个人作品 不晓得您有没有听过呢 深情宽宽的7533967 大街小巷都在场 当年可说是叱咤风云啊 副歌不断重复同样的电话号码 加上徐乃琳痴情的男子嗓音 基于人类本来就是 好奇心万岁的心态 据悉当年这支电话号码 真的被民众们打到爆炸 接下来另外一首歌曲 传唱度呢也不慌多让啊 一首成功的流行歌曲 关键在于是否令人有共鸣 是否能够牢记在脑中 徐乃琳的《红鞋女孩》 是相当经典的共鸣歌曲 来自1984年的《红鞋女孩》 超神曲旋律和不断重复的歌词 整首歌轻快的编曲手法 凡是有关注华语音乐的朋友 都会唱上一两句的经典歌曲 更是许多歌手在表演场合中 拿来大展身手的歌曲之一 由此可见 《红鞋女孩》的魅力丝毫未减 歌手出身的徐乃琳 尚未将演艺重心转到主持之前 她因俊挺拔的外形 受到戏剧圈的注目 成为一代重摇小生 在戏剧《宛君》中 饰演深情男子周仲康的徐乃琳 撕心裂肺的演技 让许多观众 见识到徐乃琳的真本领 相对打开她戏剧圈的失明度 在90年代一连演出 《宛君》《三朵花》 《青青河边草》等戏剧 同时增加了她的荧幕魅力 成为众人皆知的演艺圈手面孔 若您跟我们一样 经历过电视圈的转变 同样看过这些经典戏剧 现在的您 是否想要重温这些经典作品呢 今天的《看你顺念》就到这边啦 为您献上本集彩蛋 您肯定听过 却未必见过的 《红鲜女孩经典MV》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分享起来 看你顺念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